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分贝最大的组合就能获得反场演出 粉丝决定着偶像的舞台 可等到下午了 真正的属于粉丝的battle才刚刚开始 粉丝逐渐聚集 都拿出自己的长枪短炮 准备迎接爱豆们的到来 洋洋出来的时候 前线大炮已经准备好 后场的演员还结准备就绪了 都在用实际行动 被爱豆们撑腰打气 之后陈乔恩出来的时候 粉丝名叫向日葵 所以粉丝人手艺朵向日葵 还有拿起巨大旗子的 非常引人注目等入夜之后 粉丝的音缘也是越来越厉害了 TS Sports的师弟们 虽然要今年11月才正式出道 但是人气却依然高涨 现场的灯牌那是又大又亮 队员叮成新发言的时候 就有一个看起来 不止两米的灯牌举起 看样子还要三个人 才能成功举起来9% 作为国内男团的新起之秀 当然也是不会输的 台上成员在各自发言 台下的粉丝早已把灯牌举成一排 还把伊拉宝 筑水旗等都举了起来 这届粉丝真是铁臂爱同目 手臂的力量那是杠杠的 接下来的压周出演的朱一龙 引发了整场活动的最大人流量 节目还是上午的时候 人群还是机械拉拉的一堆 但是等到夜深了 最后出场的朱一龙 想看他的观众已经塞满了各个区 区 都快站到后面那些展区里去了 活动九个多小时 粉丝却依然耐心等待的原因 除了抱着一颗想见爱豆的心以外 还有的就是活动互动性非常的强 让你在爱豆没出场的时候 也能玩一整天 舞台区高以外有超花社区的小迷宫 迷宫里面每个小房间 都是不一样的主题 大家可以带着爱豆的物品 来一发认证 这个彩虹品小房间 也是非常符合追星女孩的日常了 还有一堆堆的爱豆人型力排 人群太多 人人太遥远也没关系 反正大家抱着等身力排 四舍五入 也算是抱了爱豆了 在展规面前玩游戏 领取小礼品 爱豆不在现场也没关系 说不定还会被爱豆亲自翻牌 质问各位作业做完了吗 还有星际护照小册子 让大家去寻找各个展位 一个展位一夜 让大家也享受一下 乾隆皇帝该将的快感 网络上还有提前上线的抽奖活动 抽中的朋友还能获得了爱豆本人的土味情话 同步的直播也能做剪辑 获得给爱豆搭吧 使用的鲜花线上线下度丰富 这样的活动给粉丝们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大家可以用一种正面的方式对决 比起粉丝们在网络上的对骂 这样凭借能力和创意的Battle 更加阳光积极正能量 以改大家对半圈固定的想法 这样的活动 请小浪要多办呀